瓦卡死了 对于发生的一切 我深感惋惜 尖管的代代人许多患了 胆胆死不能复生 希望大家还能在未来的日子里 记住他 瓦卡 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唉 瓦卡兄弟 我们会想念你的 瓦卡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你的后事就交给我吧 瓦卡 一路走好 兄弟们 你们猜猜我在哪 没错 其实我在这里啊 这种由你们所见 这其实是我给我自己办的葬礼 那这时候大伙就要问啦 瓦卡 胖好的 干嘛算要送自己走啊 其实这是我恶则剧的一部分 我的警惑是这样的 首先 我会假装已经嘎了 然后邀请我最好的朋友们 来参加葬礼 当他们看到我这一个样子之后 心情肯定十分悲伤 如果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 吓他们一跳 不知道他们会是什么反应呢 兄弟们 你们是不是也好奇啦 真的好奇 那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我来 来了啊 第一站 机甲大佬家 动所周知 机甲大佬是我的铁哥们 我突然的离去 对他的打击肯定不小 希望他不要伤心的 连饭都吃不下去吧 机甲大佬 我来看你啦 哎呀 这么要挖咖坊的日子 真舒服啊 怎么机甲大佬 跟啥事没有一样啊 机甲大佬 挖咖都嘎了 你不应该伤心才对吗 我干嘛要伤心 你那么香 啊 这大佬你可见是听错了 我先走了啊 哎呀 这再晚一步 就被机甲大佬打死了呀 下一站 就是找浪哥辉哥了 要知道 我们三兄弟 那可是情比金结 不知道我突然出现 他们会是什么反应呢 浪哥辉哥 我来 哎呀 看样子 他们很想我呀 浪哥辉哥 你们别伤心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小蛋蛋 谢谢你的安慰 不过 我们并不伤心 华春娃 你是谁呀 找我们哥俩有什么事吗 我是吗 不对 我是你们粉丝啊 来听说挖咖嘎了 特地来看看你们怎么样了 你们三大主播少了一人 肯定会受影响的吧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小粉丝 你有所不知 自从挖咖嘎了之后啊 我们三大主播 就剩两个人了 如果再叫三大主播 就不合理了呀 我们哥俩现在就那想新名字呢 就我这大半天都没什么想法 所以才在这里头疼的 浪哥 要不还是叫两大主播吧 辉哥 太土了 还是叫两大天王吧 哦 家伙 合着你们根本不是在想我呀 这什么情况 没想到浪哥 辉哥也不关心我 不过没关系啊 小子可是我最好的蛋搭子了 他肯定会关心我的吧 哦 家伙 小子 那家伙是谁啊 为什么会跟你在一起啊 你在问我吗 他是我的蛋搭子啊 等会儿 小子啊 你的蛋搭子 不是挖咖吗 怎么这么快就找新蛋搭子了 挖咖 他不是嘎了吗 能让蛋搭子一起玩多无聊啊 再说了 看看我的新蛋搭子 他不仅算 可是问我不少皮肤 比挖咖的家伙 强太多了好吧 哦 可是 如果挖咖他活过来了 怎么办呢 玩我什么事 要跟哪两块拿大一只去吧 我要和我的笨蛋搭子颠覆塞出哦 我很烦 哦 没想到我一嘎 既然没有任何人关心我 难道我在大家眼中 就这么差劲吗 过来 把卡兄弟对不起 我不该说你烦的 有一所以没有你烦我的日子 我还挺不习惯的 来了啦 哇兄弟 我们觉得 还是得叫三大主播 虽然我们是三兄弟呢 总得留个方式借助你嘛 过来 华卡虽然平时确实笨笨的 但我还是希望能有你带着替我发牢骚啊 华卡 如果你们回来就好了 哦 哎什么嘛 原来大家还是记得我的 哎兄弟们 我回来啦 啊 有 有鬼啊 快点打死他 哎 别打了 别打了 我以后再也不喝过去了 啊